有一则关于谢娜张杰的消息在网上团开 对,有人发帖 说谢娜张杰在上海买房跳单 所谓的跳单 就是为了省中介费 买家跟卖家直接交易 跳开了中介房 省出了一笔中介费 而在消息中 谢娜张杰买的这套房子 是在2019年 上海的四南公馆 面积是341平 价格6200万 如果按照一般中介费用 按照房屋总价的2%来算的话 这套6000多万房子的中介费 超过100万 在文章中 笔者说 事情发生在自己的朋友H身上 朋友H身在国外 感染新冠 症状严重 生命垂危 所以拖出去 一口气不平 要拉谢娜张杰下马 文章同时指出 内容真实 还可以提供一系列证据包括照片 视频 应该是关于谢娜张杰看房的记录 在文章中 详细说明了谢娜张杰跳开中介 购买房子所处的位置 四南公馆 东院7号 101室 这相当于指名道姓的说谢娜张杰这两口子了 文章中还提及 H带谢娜张杰看房 却谎称不买房了 最后买房办手续没有找自己 也就是不想掏高达上百万的中介费了 我们假设一下 谢娜张杰两口子 花了6000多万买房子 突然感觉在掏100多万给中介费了 不就是提供一个信息费吗 然后就是办理过户的各种手续 收100万太贵了 我们干脆带着律师 直接跟卖家交易就完了 文章中 H说自己发现了 谢娜张杰两口子 背着自己跟房东私下交易 过户了房子 去找当事人谢娜张杰交涉 却背着两口子的律师找到了公司 威胁闭嘴 然后H跟其他律师商议 认为跟明星张杰谢娜打官司 书的概率比较大 然后就忍了这口气 H还提到 他之所以2021年出国读书 就是为了起诉四南公馆的原房东 谢娜张杰跟谢娜的妈妈 也就是说 当时买卖房子的餐饮人 跟中介H打交道的人 他他都要起诉 现在感染新冠 生命垂危的H 不再顾及谢娜张杰的粉丝 以及律师的威胁了 要给自己争一口气 从文章里看 这个中介人员H 可够隐忍的 为了报复明星夫妻 出国留学 躲开是非之地 然后因为染上新冠 心灰意冷 不再顾及一线 吹起掀开明星夫妻真正面目的号角 当然 我们不能听信里面之词 需要综合考量多方信息 最主要 H方面掌握的证据 除了看房子的视频 图片 应该还有谢娜等人 看房签署的看房单子 主要是中介为了让买房确认 是通过中介看房 并且如果买房 要给中介相关中介费用 签了看房单 自己方面 尤其是明星谢娜 跟张杰的自己 大概应该很熟悉 如果事情是真的话 那对于谢娜张杰夫妻 都是重大的打击 因小失大 就是指的这种情况 你六千多万的房子都买了 却偏偏为了省着一百多万的中介费 耍小聪明 跳过中介跟房东私下交易 让人不齿 你通过中介看房 中介会告诉你中介费用 就代表 你同意并且接受了 买房后掏中介费的行为 可有些人 就是有些小聪明 这一说明 明星也是普通人 有七情六欲 人性的劣根 如果最终正明谢娜张杰挑单时针 那些粉丝们 是否还是百分百喜欢支持自己的明星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